- 泽泡,好玩嗎? - 好玩啊 - 你有點緊張哦 - 不會啊,很自軟 - 我會幫你拍的很帥 - 我用大機器拍 - 好吃謙虛 - 你在拍花絮喔? - 問我說你在路線動 我沒有興趣自我放棄我的興趣 白衣聽不懂 不好意思我想說八百是在哈囉 八百是在哈囉 我剛剛其實這個剛剛沒有這個橋段 只是他剛剛說八百 八百 其實我走去哪裡啊八百 我覺得真的 其實有時候拍戲我覺得 就是這種突發狀況就是最好笑的 然後導演還把他加進去 對導演還把他加進去就是更是一絕 你小玩癡啊 這樣也拍一句 他花絮很多 對啊 聽說他是友情贊助來拍你的 他的友情贊助是沒有錯 對啊而且你知道這友情 之前一下我們才見第一次面 然後之後下一次會說 欸你可以來幫我拍這個影片嗎 因為老人家的結局 我真的覺得超無聊 老人家的結局 重點是他說有一段是我說 喔那漂亮了 那可能沒有通告費就是好 那我也答應了啊 好啊 然後說那今天 那個通告費怎麼算 所以你要給他車馬費還是跟他吃飯 我忘了選擇 我說 欸那你要給我車馬費 還是你要跟我吃一頓飯 就請我吃一頓飯 我要先找你從哪裡來 不是啊 車馬費要去 你真的要放什麼 自我放棄我沒興趣 噴得不好 前面很有FU 我覺得 可以比較像阿姆啊 算算算算算算 你要把自己MV毀掉也可以啦 史力全開 要怎麼樣才會好看畫面 活在自己的世界 周圍公視人欸 那是你散發出來的魅力 長短朋友 卻我沒有興趣 越小桌沒有興趣 很難跟啊 而且聽說燈光是跟著跑啊 我們的燈光是跌倒了 OK吧 OK的 偶像巴包在中間跳 其實外面的都跟著跳 我跟著跑啊 好會跟啊 哈魯也很會跟啊 對啊 跟交往啊 動手他們動全身了 動手而已 所以你是在一直這樣 轉電台 你要不要跟我互動一下 最後一場了 加油 你看 有沒有看到我寶寶快睡著了 有喔 重點是因為看輪胎 這個衣服還要還 這麼可憐喔 我們十點就開始出來了 我覺得你不會在畫眼線 他畫眼線會變很韓系欸 可是我現在有畫眼線 我不知道我現在長什麼樣子 像摩登大順 很感謝吳正雅大哥 當任我們的技術指導 真的是 就來跟爸爸媽媽合作 學弟嘛 學弟 學長 真的是學長 台藝大 台藝大 台藝棒 研究所 博士 那下一隻你也希望有他嗎 下一隻希望都有你們兩個 沒有 下一隻 正雅大哥 就跟你一起進來 哇 那我可以去演角頭了 是嗎 你剛剛那個是 哇可以不要 這隻MV主要的 傳達的意念是什麼 這隻MV的傳達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比 我以前的同學承受很多 因為我在美國找到我的夢想嘛 可能 同樣年齡的朋友 會約我去喝酒唱歌啊 可是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 你可以選擇安逸也可以選擇努力 真正的感受就是 我沒有時間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 可能就是 這些東西我沒有興趣 因為我有夢想要追 會有人在夜店看過你吧 應該是 應該是 哈哈哈哈 我現在沒有再去 那是很 剛剛美國回來會浪的時候會去 會浪的時候 那時候會好奇啊 但後來去過幾次 我就發現沒有進去啊 哦 可以啊 可以啊 現在是在組裝穩定器嗎 對 累嗎 還行啊 比起正規的應該更累啊 比起正規這個還 還蠻輕鬆的 對啊 那正規的有太多東西要用了 而且今天我們沒有滑軌耶 編織的預算太少了 對啊 今天阿盧是擔任社大助嘛 對啊 如果說 大家有業界的看到 這個作品覺得喜歡的 是你們風格可以 覺得喜歡請按小鈴鐺 不是啊 就發你們按子 按什麼小鈴鐺啦 訂閱加小鈴鐺 沒有 這可以找他們 嗨大隻哥 嗨佛奇哥 你有沒有覺得 寶寶真的是天生的帥哥 是 怎麼拍都帥嘛 怎麼拍都帥 但是他很自戀 藝人就是要自戀 他算藝人啊 算 他剛剛其實大隻在旁邊跟我講說 他是誰啊 沒有啦開玩笑的了 沒關係啊 我現在可能是nobody 但是有一天我會變somebody 我希望這支影片啊 可以破三萬瀏覽 你們不要笑 各位觀眾 這支瀏覽 不管好不好 我都無所謂 重點是 如果你們學校想要邀請我去唱歌的話 可以邀請我 這首是一個 非常可以鼓勵年輕人的歌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不管這支流量好不好 至少是 圓了 一些人的夢 而且大家都努力在其中 最重要 就是奮鬥的過程 yes 但是希望還是可以出去聊天 你今天擔任什麼角色啊 不知道 不知道你來幹嘛 各種處理吧 那你覺得 爸爸他會很難服務嗎 不會 他以後是 幕後第一把 你又開挖土機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在拍什麼 好 那爸爸我問你 願意讓他錄出你的MV裡面嗎 願意 沒有就MV裡面喔 你說正哥裡面嗎 對 在開玩笑嗎 哈哈哈哈 這條路你並不孤獨 我走在沒有在那路 寶寶 你真的是一個 讓我覺得 你是一個沒有定位的人 什麼意思 你一進來的時候說 你要當演員 對啊 然後後來又說 你要當歌手 所以你到底要幹嘛 當明星啊 歌好不好我覺得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但是我想傳達 都在這首歌裡面 好來 最後一顆喔 來 希望一次過 後面有人啊 後面有一個人 好來 準備齁 來3 2 走 打分禮 OK 3 7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其實這個東西 從頭到尾 都是我自己在拿的 因為他壞掉了 早就在第一卡都斷了 剛剛是大哥放在下面這樣 這是給你一個 演員的考驗啊 12點半 這支影片最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用心去聽這個作品 因為這個真的是 我的肺腑之間 想要表達出來給現在年輕的朋友 所以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律書頻道 然後追蹤我的IG 然後我們下支影片見 Peace out 我們現在已經在進行剪接了 但是就會有一個 一直在干涉剪接石 巧合的我有干涉你 沒有 不敢 沒有啦因為有些東西有設計 沒有這個你在前置的時候 就可以跟導演講說你想要這個動作 沒有因為我們在拍的過程中 你就說這個地方我要這個 可是這個地方我要這個 這個就是 這是風格 真的很干涉 快受不了 對 這是另外一天了 我們不從天 然後跟觀眾 奇怪 一直干涉人家剪片 底下留言 看MV的時候 到底該不該唱得出來 你Google 你對嘴歸對嘴 但是你還是要唱出來 你才會有power 才會有力道 我可以大概就是那個 嘴型不要差太多 不然我們Google 那我唱 來 好立馬打臉 來臉轉過來 這個是音樂 嘴巴拉 終於出新單曲了 我聽完了 非常棒 祝你新單曲呢 能夠點閱率爆增 然後呢 我們一起在音樂的路上 都努力好不好 加油 一起加油 恭喜巴巴拉 他媽的新單曲 我沒興趣 對我也沒興趣 沒有我也沒興趣 我聽過很好 點閱率一定可以破百萬 一定可以大手歡迎 大家趕快去聽喔 希望你可以越來越來越多 哈囉巴巴拉 恭喜你出新歌了 然後 從之前演戲 一直到你當YouTuber 一直到現在發了新歌 我覺得 你真的很棒 那也希望在未來路上 你可以繼續加油囉 加油 恭喜巴巴拉 發行最新EP 沒有興趣 太好了好不好 巴巴拉 Rapper起來了好不好 真的也非常辛苦 然後呢 這一次呢 推出這個新單曲 希望你可以就是 像你歌曲裡面講到 砸台藍寶劍 你當作夢想 你要砸的那個時候 你是要砸誰的藍寶劍 喔 漂亮喔 好不好 恭喜發片 What's up 就是屁孩 今天主要當然是要 恭喜巴巴拉 發了他的最新單曲 沒有興趣 然後其實想想很感動 因為我們在差不多 兩年前吧 那個時候剛認識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還沒什麼成就 然後我們其實就有做了一首歌 巴巴拉從那個時候 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 真的是很敢衝 然後做什麼事情 沒有半吊子 就是衝到底的人 非常respect他這一點 我知道他最近就是 開始要發一些新歌 然後有一些在戲劇上面的演出 巴巴拉 祝福你喔 一樣的平靜 我們日後你知道 不只在家裡2K間 還可以在工作場上再遇到 那種感覺一定超爽的 祝福 嗨 巴巴拉 恭喜你終於發單曲了 你從這樣認識你就知道 你一直很想要做音樂 那也恭喜你終於 啊 夢想成真 那希望你會有好的成績 加油 巴巴拉 加油 你堅持下去 是你的 就是你的 是你的 就是巴巴拉的 See ya 就巴巴拉六 Peace 大家好我是小賴 那今天呢 是要來祝福巴巴拉 新歌 大麥 其實我認識他 算是非常非常久 五六年有了喔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在我們認識的時候呢 他就是對 音樂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他終於可以出自己的歌了 希望你早日破百萬 加油 哈囉大家好我是聖達 有一個非常有才的小帥哥 巴巴拉 出了新的音樂作品 我沒有興趣 不是 是新的音樂作品叫做 沒有興趣 我相信一定非常值得期待 在這邊特別祝福巴巴拉 必飛從天 加油 是的 巴巴拉 即將在3月26號 推出他的全新作品 沒有興趣 在這邊要祝他單曲點閱率 破千萬 好不好 大家好好 一起來點起來支持一下 巴巴拉 巴巴拉因為我們之前看他 都是拍一些網路搞笑的影片 Youtuber 對他很認真的做一首音樂 對他現在轉型成歌手 欸巴巴拉單曲 沒錯 所以在這邊也跟巴巴拉加油 好不好 堅持到底沒錯 哈囉巴巴拉 祝福你的新單曲 沒有興趣 點閱率爆高 受到歡迎 大紅特紅 重點呢 是希望你能夠繼續往你的夢想前進 因為你已經做到了 你一步一步都在實現你的夢想 其實那麼多年也非常的讚賞你 因為你 對人非常的有禮貌 非常的客氣 任何曾經幫助過你 教授過你的人 你都對他非常的尊重有理 我覺得這是非常誠懇的 非常不容易 巴巴拉加油 大家好 我是鍾金銘 在這裡呢 要祝福強強 發展新的單曲 祝賀你的點閱率不要高 然後呢 也希望呢 你在人生的賊的夢想呢 能夠努力的去追求 然後達到你的目標 加油 也希望大家來多多點閱喔 跟我說什麼是I don't know 就像敗家吃就不走 給你給你給你 談什麼餐褲 No 不想放棄夢想我都自由 從年初到年底 我變得更加努力 不想脖子餐就別休息 夢想是早餐老婆見你 欸老二車小東西 Bullshit 談錢包錢怎麼隨便